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随着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不断扩张 数据显示 当前红色旅游呈现出年轻化 亲子化的特征 尤其是00后的增速更为惊人 红色旅游得到年轻人热情回应的理由是什么 红色旅游未来的发展有多大空间 本期节目将对此进行探讨 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日子 一段时间以来 各地红色旅游迎来客流高峰 去革命旧址纪念馆 博物馆 重温 入党誓词 学习党的历史 回顾以往的争容岁月 感受革命的艰苦壮阔已经蔚然成风 根据新华社报道 清明假期期间 江西井冈山景区 累计接待游客3.47万次 同比2020年清明假期增长478% 日前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周年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 联合中宣部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国家发改委 推出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路线 展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扮演的角色 据介绍 百条路线共分成三大主题类别 包括52条重温红色历史 传承奋斗精神主题路线 20条走进大国重器 感受中国力量主题路线 以及28条体验脱贫成就 主力乡村振兴主题路线 受此带动下 拥有红色旅游资源的一些省市 也相继推出系列活动 高铁列车 飞机航班 也被纳入红色旅游严肃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信息显示 从2004年到2019年 全国红色旅游资源不断扩充 每年参加红色旅游人次从1.4亿增长到了14.1亿 尽管2020年疫情影响下 旅游市场不景气 但国内红色旅游出游人次仍超过1亿 在整个十三五期间 红色旅游市场不断扩张 占全国国内旅游市场11%的份额 值得一提的是 红色旅游已经不再是银发族的专属 年轻一代参与的热情呈现不断高涨的势头 据协程旅行发布的2021上半年旅游大数据报告显示 上半年红色旅游景区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两倍 80 90后占比达到七成 00后参与人数显著增长 上半年通过协程下单红色景区的00后 比2019年同期增加2.5倍 另外 以亲子爱国教育为主的红色旅游也越来越普遍 上半年红色景区预定票当中 亲子家庭占比超过三成 其中80后最爱戴娃逛红色景区 当前红色旅游也使用创新的行销手法吸引年轻人 油管频道Today看世界主讲人范奇斐表示 早在2012年上台之际 习近平就利用宣传力量 让党重回人民的生活当中 由于担心党失去其重要性 特别在年轻人当中 习近平表示 革命教育应该从婴儿开始 使红色基因伸进月夜 进入心扉 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事件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范奇斐表示 在红色景点的历史介绍 完全是洗脑式的宣传 因为游客只能听到歌功颂的 其他负面历史一律省月 像是八年抗战历史当中 中共变成抗日主力 国民党则是被指控消极对抗 不过中共是怎么在抗战期间 借机壮大自身 势力却一点都没提 当然一个历史事件 可以有很多面向来看 但这些中共版的历史 刻意忽略许多事实 油管频道安塔曼主讲人表示 中国政府大力推广红色旅游的时机 与近期整治互联网重合 可谓耐人寻味 当年共产党起家的时候 也就是靠达土豪分田地起家的 就是他也是靠这种达土豪分田地来 笼络老外星 然后用这笼络起来的力量去夺取政权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整治互联网金融也非常好的呼应了这个 就是当下这个红色旅游 现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也成为推驻红色旅游发展的动力 区块链 5G 云 AI 等技术 正在运用到红色旅游产业的建设当中 据报道 华为已经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高科技 推动敦煌墨高窟 故宫博物馆等景区 与红色旅游产业融合 这些炫酷的数字科技被引入 更加贴近年轻人的文化旅游偏好 在节目下半段 旅居美国马里兰州的经济学家秦伟平和我 就中国掀起红色旅游热潮 以及年轻人热衷红色旅游的现象进行对谈 我们录制节目的今天刚好是7月1号 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纪念日 现在推出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路线 红色旅游其实在习近平上任 他非常强调爱国教育跟爱党教育 所以其实红色旅游已经发展了很多年 那么您觉得现在这个趋势是不是越来越壮大了 这个跟社会的大环境有关系 其实正常情况下如果这个中共呢 他不是说严格的在控制老百姓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话 一个市场比较开放包容的话 我相信在自由选择的市场上 没有太多人刻意把钱去花到去那些所谓的革命老区 接受这个爱国主义教育或者革命传统教育 都没有这个太大的需求 有个别人的这个需求 他们的中共自己党员号称都有差不多9000万 他们党员可能有这个党的教育 红色教育 但是普通大百姓我觉得没有这个需求 但是呢 整体的这个社会氛围在严重的这个左转 然后意识形态 把控越来越严 每个人都感觉到这样的压力 无论是在政府单位还是事业单位 或者在各地企业都感觉到这种现实的 这种左轻意识形态的压力 大家都会把这个红色旅游 当做一个响应政治号召这样的一个选择 是明哲保身的这样一个选择 普通大百姓都会去 你看从这些著名的企业家 我们看到这个腾讯集团的这个马化腾 创始人还有万达的这个王健林 早在几年前他们录了那个红军服 去参加所谓的红色旅游 那这个现象其实也值得商计 正常的情况下一个民营企业家 时间都非常宝贵 为什么去参加这种红色旅游 这跟中国的这个政治氛围 经济氛围分不开 他们为了让中国政府表忠心 然后追求自己的一个政治利益 另外还有一个诉求 其实就是追求自己一个人身安全 或者财富安全的这样的 加了一个政治保险这样子 那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 可能也看到这样的一个苗头 或者感受到这个苗头 甚至有些人感慨说 在今天就是7月1号 这个中共建政百年纪念日这样一天 看了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 或者说朋友圈里面发了很多 说庆祝百年这样的一个行为 是真的他们由真的庆祝吗 实际上法国不能好 更多的是像政治现实低头 或者说追求这样的一个政治保险 这是红色的理由 在近年来 特别是今年这个 中共建政百年之际 突飞猛进这样子的一个 大的一个背景 我认为是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背景 那么现在我们也知道 中国政府去年提出这个双循环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要拉动内需 那您觉得这个就是推动这个红色旅游 对于这些 就是有这些移植的一些地方 算不算是像大力投资 像然后来拉动这个消费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意图 我认为说这个地方政府 特别是像江西井岡山 什么贵州追忆 这些地方政府 有这个所谓的红色旅游资源 这些地方政府 它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 推广自己的这个红色旅游资源 来增加当地的这个经济 就业 这方面相对来都是一个比较积极的现象 我看到一个数据说 2019年整个中国红色旅游的输入 大概是在4000亿人民币左右 市场规模算是增长很快 4000亿人民币 然后正当年 整体的这个旅游市场 在中国是6.63万亿 占了百分之6 比例并不高 但是呢确实非常吸引人 因为它这个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 而且看到一个苗头说是 年轻人占有这个红色旅游消费市场 里面的比例和风格是越来越高 所以呢 您刚才提到这个 有这些红色旅游资源 地方政府呢 他们会像分一杯根 想抓住这个机会 然后骗自己地方经济发展也好 或者闹自己政治领导人的 一个政治资本也好 我认为说 他们会抓住这个有利的一个条件去做 而且未来 可能在可预见的三五年吧 我认为这红色旅游可能还是会 这个市场是还是会存在 而且某种程度上还是会继续增长 您刚提到红色旅游的消费者 有出现年轻化趋势 从这个一些报道里面看 40岁以下的消费者大概占了将近九成左右 是非常惊人的 但是也有旅游业者说这些来参加这个红色旅游的 大部分都是政府机关或者是企事业单位组织的 就是说这是单位出的钱 那您觉得这些年轻的消费者 他们如果不是单位出钱的话 他们会不会自费来旅游呢 您刚才提到说40岁以下的 这个红色旅游的主要消费群体 这是基本现实的一个状况 那因为这个中共刚才说了 整个中共在建党百年之际 然后呢他们掌控了这个港政机关 政府企事业单位 甚至一些民营企业 他们为了追求自己的一个政治保险 然后向中共政府表示中心 也会加入这样子所谓的就是 以官方组织为主的这样的红色旅游 这个现象是确实存在的 但是我也留意到 确实也有一些 那些年轻人自发的去这些 所谓的缅怀这个革命传统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这个也是客观存在的 说明什么呢 我个人理解 说明中共这个洗脑式的 这个政治教育方面 还是非常成功 很多人其实你看这是建党百年 普通老百姓都在为止 所谓的建党百年点赞 他们并没有看到说 这个政党在过去100年里面 对整个民族带来多少伤害 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对整个社会的破坏有多强 他们并没有看到 他们看到的是说 这百年的政党 然后在中国 现在是拥有执政地位 而且是没有任何挑战 是唯一垄断的这样的一个执政党 然后他们中国老百姓 有一种崇拜强权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虽然可能私下也有很多不满 但是觉得这个党 还是控制这个国家 掌握所有的社会资源 所以他们必须上 不管你愿不愿意 都要向这个党去靠起 去加入党员也好 或者不是党员也好 都可能自己长远的 在中国国内的发展来说 都可能必须要给这个党 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 不能被这个党抛弃 或者被党作为一个抛弃的对象 或者打击的对象 可能会破坏比较惨 所以在这样一些因素的影响下 一个是耽误一些组织 为了政治利益 为了政治诉求 另外普通老百姓 也可能因为洗脑的成功 以为去红色的理由 就是爱党 就是爱国 或者说在中共营造 这个民族主义的前提 是要他们去那个井冈山 去看一看 想想当年这个革命 一路走来很辛苦 然后现在好像国家 看到高楼大厦兴起来 好像中国人民 真的站起来 可能一些年轻人 对中共这个百年历史 并不太了解 这些年轻人会觉得说 好像民族自豪感 油然而生的 然后确实有这方面 那个诉求 我认为是蛮遗憾的一个情况 这些年轻人 并没有看到中共奔向历史 反而为中共去点赞 然后就主动去参加 这些红色旅游这样子 我认为说是值得警惕 我关注了一个地方 但从中共角度来说 可能值得他们 去自己称赞的地方 因为有越来越多年轻人 受到他们的一个影响 然后去为他们这个政权 去保卫他们这样子 这里是财经时事厅栏目 您正在收听的 是中共百年党庆 红色旅游 年轻人积极反应的讨论 请继续收听 说到这个年轻人 我注意到这个携程旅游 它公布的一个数据 就今年上半年 到这个红色景区去旅游的人数 就增加了两倍 208% 但是我们也知道 去年是因为有疫情的关系 去年那个低级起嘛 因为疫情发生 那个旅游业完全就停摆了 那么您觉得 这有没有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为年轻人比较不怕感染 那么就是说年纪大一点的人 对于出行啊旅游 还是存着戒心 所以才会造成这个 就是说好像看起来是 年轻人这个增长的速度比较快 那但是这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 觉得首先它确实短期现象 这个您刚才提到这个携程 比如说预定了这个 红色景区 我们比较人数增长 208%这个数据 我认为这个数据是真实的 那首先您看看 这是携程的预定 一般年轻人比较习惯 从网络渠道去预定吧 对不对 那些老年人呢 可能都不太熟悉 这个网络预定的这种操作程序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跟这个会有关系 另外你提到这个 因为疫情的影响 年轻人不怕感染 我觉得在中国国内的 它先在这个情况下 好像他们都放松 觉得说这个中国政府 已经是控制住这个疫情 好像不太怕了 这方面影响 我认为可能有 但是影响的不是特别大 最重要的我觉得 可能现在这个中共建政百年 这个大的社会氛围有关 因为在中国国内 你可能你如果走在 无论在中国哪个城市 你都看不到一个红色标语 或者这个党建党百年 那种宣传 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是说 你在中国生活 所有的方方面面 都被这个所谓的 营造这个红色政党 这个百年 这个氛围所包围 所以有些人是 不管是主动的 自愿的 还是说被迫的 谁大流的这样子 或者他们本身面临 这种选择 并不是很多 所以他们去这个红色景区旅游 另外要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红色旅游 它的成本相对比较低 这个成本 我看到他们那个数据 人均的消费 红色旅游消费 大概1287元 就是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廉价的 这个成本比较低的旅游 就是说 普通的有条件的 去旅游的年轻人 他们是能承受的 但如果说去一些 要花费几千元 比如说出镜游 中南亚旅游 可能平均消费 可能在5000块 你在欧美游 可能要2万块 人民币起步 他们可能就是 也望而止步 当然现在疫情 也是没有办法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造成这样的 所谓的年轻人 在红色旅游 同比增长比较快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我觉得你说未来 三五年 会不会还有年轻人 继续去参加红色旅游 我认为有 但是呢 你会不会像 进去这样的比例去增长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 非常之小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 这些红色旅游 等于说中国的旅游业 现在因为有高科技的 一些辅助 比如说5G啊 那个AI啊 全息影像 都已经渗透到 这个这些景点里面 所以这些高科技 对于那个年轻人来说 也具有一大的吸引力 您可不可以聊一聊 这方面呢 我认为说中共 在红色旅游 这方面投入 确实是挺大的 当然他们这 一个是经济效益 刚才提到 这个地方这么大 一个经济效益 因为旅游 不光是这个旅游 门票输入 它还带动其他的 比如说餐饮 住宿 这个相关的 一些行业的增长 地方政府也有这个动力 另外呢 他们把这个旅游产品呢 确实也是 可能做的是 花了很多精力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与红色景去经过 可能至少是10年 20年这样的一个建设 其实从表面上来看 这建设的都非常之好 对于年轻人来说呢 他们有一定的吸引力 用现代的技术啊 去呈现一些 以前这个 所谓的这个 国民老区也好 或者说红色景点 可能都想象了 这种破破烂烂的 对不对 都是很破烂的 然后又当着 所谓的条件很坚固 但是实际上 你可以现在 他们房子 都是新打造了 这个旅游的景点 那个建筑都是非常新 然后又采用了 这些比较先进的 一些技术手段 然后展示当年 革命阶段吧 中共所谓的创业阶段 是多辛苦 这样的一个画面 达到爱党爱国 主义教育 这样的一个目的 我认为说 这个技术对年轻人 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起码在这些年轻人 会有一个改观 认为说 或者给年轻人 带来一些思考 为什么中共 可以成为一个百年政党 很快就可以建立政权 而且是在中国 还建立了七十年政权 其实有些年轻人 我认为说 它是了解中共 也现实的 但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 我想特别提到一点 更吸引年轻人 不是说这个 用科技来 基础所来展示这些资源 最主要是 在中国这个 整体社会 在追求功利 这样一个基础之下 他认为说 中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然后现在 现在年轻人 很多都想创业 他其实觉得 中共其实从政治角度 它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 在浙江嘉兴南部 一艘破船上 然后成立 然后在当时的 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 出人头地 然后最终建立政权 然后统治中国 现在超过七十年 所以很多年轻人 可能觉得这方面来说 他们不太在乎 说中共可能在中国历史上 对老百姓 做的犯了多少过错 或者犯下多少罪恶 他们更觉得说 中共是值得 学习研究的对象 然后对个人未来的前途 会有很多积极的参考意义 这是我们值得 更应该警惕的东西 我认为说是 对中国未来 是值得担忧的一个地方 我想再请您聊一聊 就是有关于 现在在大力建设 这个红色旅游景点 但是又传出一些 在开发跟那个 保护这些遗迹的部分的时候 出现一些破坏文化 还有建设不当的一些报道 那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呢 这个是在中国 现在的一个政治制度下面 我认为说是 经常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你不光说是红色旅游资源 只要有这个 所谓的经济项目前景的话 或者政治前景的话 那个政府很多资源投入进去 然后因为政府在管理过程中 他们是看到这个眼前的利益 它会忽视这个长远的利益 比如说破坏一些传统的东西 特别是一些 比如说有其他价值的 比如说有考古价值的 或者有国家遗迹 或者怎么样 他都把它破坏 他不在乎 中共包括政府领导人 他们更喜欢这种 看起来很新 高大上的这种东西 看起来就是可以体验 他们所谓的执政成就这样的东西 他们有一些传统的东西 比如说有历史价值的东西 他们不是特别重视 那有些可能像不像 假模假样的去做的一些东西 但是不太像 你可以看到任何一次 比如说中共的 好个地方在发展 房地产 我们知道房地产 开发是最近20年 最大的一个事情 地方政府很有热情 但是比如说房地产开发 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对于中国的这个传统的 比如说比如说旧城墙 根本就不管了 他直接拆掉就行了 他们觉得旧城墙是影响 这个社会主义形象的 对不对 那这个开发红色旅游也一样 我可以想象得到 在一窝蜂的这个资源 都投入到这个红色旅游行业的背景之下 在对于传统的很多保护破坏 我觉得完全是没想象的事情 最后我自己对于这个 您刚提到这个年轻人 这个爱国爱党的这个潮流 我觉得挺纳闷的 因为最近我们也注意到 中国社会出现这种 所谓的躺平文化 那么为什么这两种意识都并存呢 到底这些年轻人在想些什么呢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这个年轻人到底在想什么 躺平的是不是中国的年轻人 对 那现在就去一门呢 去参加单位组织的也好 或者说自己去那个红色旅游行 接受革命爱国主义教育的 是不是年轻人也是 所以说中国的年轻人 也是很多元化的 比如说我们讲年轻人 可能至少有两亿人 比如说从二十岁到三十岁 这个年龄皆多了 那他们的想法不是一致的 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 比如说有部分 自己经济状况很差的 这种年轻人 真的是觉得一点都没有希望的年轻人 他们可能就是自然 或者不自然的选择做躺平足 对不对 那还有一部分年轻人 他们可能也希望说 在中国现在 中共执政那个环境下 想出人投地 或者说想积极进取 谋取自己一个人生好前程的话呢 这部分人功利心的驱使 他们可能主动去加入党员呢 我刚才说了 年轻人党员也很多了 各个大学里面 很多党员成员呢 就是什么学生干部也好 或者积极向党抗我们的 这也是年轻人了 对不对 所以也不用太悲伤了 总共有一部分人 会去积极地跟党靠旗 然后去参加红色比游戏 不管是主动心 还是对动心 他们很愿意去 那有一部分年轻人 就不愿意跟中共走在一起 去反抗也有 那还有一部分人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比例 的一个年轻人 我有关注到 其实我很关注 这些年轻人问题 可能就是这种 随大流的思潮 就是说在整个 中共这样的大环境下面 他也没办法去改变现实 甚至都很 没办法改变自己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就是 也没有太强烈的 这个政治觉悟 也没有说太强烈的反对 或者支持 但是大家都去旅游 红色景区旅游 都去景康山 我也去设个热闹 或者什么样子 这个是中共的 成功的洗脑宣传下面 一个表象 著名的鲁迅先生 写了一个什么RQ 赵太爷在庆祝 他的一个大售的时候 RQ觉得很高兴 因为我姓赵 我是赵家人 就好像现在 这个中共建政百年 对不对 普通老百姓 其实利益 根本就没有太多保障 然后都被社会 被时代 被这个政党所抛弃 但是他觉得 这个国家现在很伟大 已经世界GDP排名第二 然后城市建设的很漂亮 然后自己呢 你看也是中国人 觉得中国人很自豪 就是有些年轻人 也是在这样一个群体里面 RQ式的年轻人 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 我相信 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 还有洗脑也蛮成功的 他把一些腐败无能 都甩锅到资本主义 我想你选择躺平文化那些 他也许不见得是怨恨共产党 他可能更倾向于认为 这是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不公吧 这是很复杂的一个现象 就觉得最主要要解决这个问题 还是希望有一些 比较开放的资讯 让这些年轻人 起码知道真实的这个社会 公司的历史 然后可能会对他们未来 会有更多的积极的思考 然后会促进自己 或者这个社会的一些改变 但看现在这样的形式 我个人还是表示蛮担忧的 特别年轻人 这个心理状态 长期的在中共这样的一个 洗脑的一个教育下面 我认为说中共这个宣传部 或者他们那个洗脑策略 还是相当的成功 谢谢 好 那么秦仙 今天就谢谢您精彩的分析 我们的对谈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您 谢谢 以上就是本期的财经实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姚一鸣 如果您对本节目 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请写信到拼音反馈 a1圈rfa.org 或我个人推特 账号是RFA下横线 RYM进行联系 那么就在此祝福各位 有个愉快的周末 下次节目再会 感谢您的收听